踢馆就等同于砸人饭碗 古往今来对于踢馆者都是毫不留情 既然你说打到服为止 为了保住饭碗我只能让你服气 视频一出也有很多人谴责 馆主的心狠手蜡和不讲武德 如果换神是你 也许你也很难掌握这个度 打轻了人家不服 打中了又害怕出事 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完美的解决踢馆这件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中国著名拳击教练杨忠明 面对踢馆者教科书级别的应对方法 视频里的黑衣选手就是杨忠明 背心小哥就是今天的踢馆者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背心小哥来到杨忠明的拳馆 当着众人的面主动要求和杨忠明来一次实战 那么他这个意图也是非常的明显 了解杨忠明的人都知道 杨教练的性格比较泪沉 但是遇到这种事情也属于赶牙子上架 逼着上 大家从视频里也可以看到 这个来自中亚格斗强国的背心小哥 绝对是一个一顶一的高手 专业的拳击步伐 躲闪 挥出去的每一拳都是压迫性十足 当然杨忠明也发现了这一点 我后来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他说我上了擂台以后 很快就发现对手是一个高水平的练家子 我尝试让自己冷静下来 并且在换拳中成功的击中了他 杨忠明问他有没有事 背心小哥说还好还好 挨了一击中击 背心小哥把手拉得更高了 这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花拳秀腿 居然真的有东西 背心小哥开启了进攻模式 杨忠明防守反击 几击组合拳打得非常漂亮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慢镜头 虽然背心小哥防守的非常严密 但是杨忠明的拳见缝插针 杨忠明始终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这种距离感的掌控 绝对不是一招一袭就可以练得出来的 后勾前摆拳打中 哇这一拳也是比较重啊 后直拳命中 有句话叫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大家仔细看背心小哥的进攻 基本上对杨忠明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 杨忠明也可以精准的判断 背心小哥的企图 背心小哥开启了疯狂的进攻 哇这一拳看起来杨忠明被击倒 背心小哥问他有没有事 杨忠明说我没有事 刚才脚滑了一下 那么到底是被打倒还是滑倒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 背心小哥抡的这一拳 杨忠明的后手其实是拉起来的状态 所以看起来应该是防住了 不是被打倒 但是说归说啊 这个无资别克斯坦的小伙 确实是很厉害啊 这个水平也许踢其他管 可以踢倒一大片了 看得出来背心小哥的体能 已经急剧下降 进攻频率也缓慢了很多 前摆拳再次命中 还有最后十秒钟 整场比赛可以说杨忠明很少挨到拳头啊 杨忠明满脸的轻松 既然时间马上到了 那就来最后一波吧 用最后一个摆拳来结束这场比赛 你没看错 这个无资别克斯坦小伙 在踢管失败以后居然拜杨忠明为师 在杨忠明的剑要拳击开始训练 这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杖剑天涯快翼恩重 一生千万里孤剑对陈锋 看格斗故事凭百味人生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下期见